注意看 小男孩即将被货车撞上 可下一秒 他的身体却开始逐渐消失 穿越到了两周以前的家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又不受控制地穿越回了车祸地点 他想起自己的母亲还在车上 可一切为时已晚 这时 一个成年男子跑过来拦下了他 说罢便突然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堆衣服 男人名叫亨利 他早已习惯自己会无故穿越的日子 熟练地找到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衣服 继续着自己枯燥无味的工作 但今天 一名年仅20岁的女孩来到了店里 他一眼就认出了亨利 似乎对眼前这个男人十分熟悉 并异常兴奋地邀请他共进晚餐 说着两人其实早已认识 虽然亨利一脸茫然 但女孩似乎知道很多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到了晚上 小美告诉了亨利 自己在6岁时就遇到了他 但那次见到的是已经36岁的亨利 他当时并不相信对方能穿越时空 可直到他亲眼看到亨利从自己眼前消失 自那之后 年幼的小美便对这个男人有了好感 并用日记本 记录下了他每次穿越来的日子 这样的见面一直持续到了小美18岁 接着亨利就消失了两年 直到小美在店里遇到了他 亨利也开始对这个 既陌生又熟悉的女孩有了好感 这天 亨利正偷看着小美的日记本 却被抓个正着 不久后一次穿越 她遇到了出事前的母亲 深知改变不了事实的她 只是简单地赞美着眼前这个女人 并说自己也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女孩 再次回到自己生活的亨利 决定向小美求婚 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可就在婚礼这天 意外再次发生了 这个男人前一秒还满头黑发 可到了婚礼上 却变得两病斑白 她的妻子很快便明白了 眼前跟自己结婚的这个人 正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亨利 她淡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让婚礼顺利地举行了下去 到了晚上 年轻的亨利终于赶了回来 在婚礼的最后一刻 邀请了小美一起共舞 两人结婚后 亨利的情况却依然不稳定 时常会不受控制的突然消失 虽然这给小美的生活带来了些许烦恼 但她依然坚持着对亨利的爱 这天 亨利拉着小美来到了彩票店 将中了价值500万的彩票拿给小美 自此 两人不用再为不稳定的生活而奔波了 他们很快搬进了一栋豪宅 可当晚 他们忽然听到了一响 等赶到时 发现是来自未来的亨利重枪躺在地上 可很快它就又消失了 这样的情景不免让两人开始焦虑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亨利何时会出事 且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或不担心 小美在那之后不久便怀孕了 可肚子里的宝宝却毫无征兆地流产了 这不得不怀疑是跟亨利的遗传有关 也就是宝宝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从肚子里进行了穿越 可小美担心亨利随时会出事 执意要为她生个宝宝 不忍再让对方受伤的亨利 瞒着小美给自己做了结杂手术 并在术后 无意地穿越到了小美18岁那年 再见到年轻的对方时 她抑制不住冲动地亲了上去 也正是这一亲 坚定了小美以后要嫁给她的想法 当她再次穿越回自己的生活时 小美对她做结杂手术这件事无比恼火 认为自己亲近一生去爱对方 换来的却是亨利的不负责任 半夜 小美遇到了来自过去的亨利 她眼含泪水地看着对方 接着便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 不久后 小美再次怀孕了 得知真相的亨利既心疼又无奈 可这一次宝宝却奇迹般地在肚中逐渐长大 男人浑身赤裸地醒来 发现自己正在动物园里被人参观 但她并不是变态 只是自己不受控制地穿越到了这里 她赶忙偷了别人的衣服准备离开 可突然 一个女孩叫住了她 这个女孩正是她未来的女儿小爱 十岁的她跟亨利一样 拥有穿越时间的能力 而且她偶尔还能控制穿越的时间和地点 之所以见到父亲会如此兴奋 是因为在她五岁那年的圣诞节 父亲就因意外离世了 回到家的亨利 将见到女儿的事分享给了妻子 却隐瞒了自己会死去的事情 不久后小爱便顺利出生了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日子 可这天 屋内突然传来亨利的惨叫声 原来她不慎穿越到了南极 导致一条腿被严重冻伤 在接下来的日子 她只能坐在轮椅生活 小爱不希望父亲离开自己 于是尝试着教父亲控制穿越的方法 但聊着聊着 亨利还是不受控制地穿越了 这一次 她穿越到了自己出意外的那天 妻子 女儿 以及好友们都在身边 看到这一幕的她彻底释然了 决定用心过好接下来的日子 她将女儿应对穿越中的各种突发事件 与妻子时常彻夜长谈 可时间飞逝 圣诞节还是到来了 她把妻子叫到了屋外 妻子顿时明白了意外即将到来 两人含泪对视 接着 亨利就穿越到了一片森林 身边还站着一头野路 随着一声枪响 她再次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地的鲜血 冰死的她再次穿越回了家里 家人和朋友们都围在身旁 即使有再多的不舍 她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属于她的穿越旅程却远没有结束 在小爱九岁这年 年仅三十九岁的亨利 再次穿越到了他们母女的身边 短暂的重聚后 亨利再次消失了 而小美则会用一生的时间 来等待和她的下一次相遇 生命的喜悦 脆弱和死亡 其实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珍惜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评论区爱特出该被自己好好珍惜的人